我宣布全部食肆金堂食 我宣布開放19間社區會堂和社區中心給市民堂食 我宣布作出適度調整,恢復朝五晚六堂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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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記者想問問題? 白色衣服那位? 你好,東網視頻 想問一下政府全日禁堂食令 禁了兩天就收檔了 政府承承認是思慮不周,朝令夕改呢? 關於這個問題呢 正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今天在電台節目所說 今次未能在公共衛生 企業和市民承受能力之間做好平衡 非常不好意思 但行政長官也提到 政府推政策按部就班 就會是被指擠牙膏 從線預留作出調整 又會被人說是朝令夕改 我想大家都應該知道了 新冠疫情是弱 希望大家放下分歧 放下質疑港官 為何推政策不做好平衡 總之 現階段同心抗疫最重要 雖然有沒有疫情 港官的作風都是一樣不見的 在這裏想特別提一提 有聲音批評 說我們港官又低志又高傲 永遠不會吸取教訓 只要知少少民間疾苦 都知全日這麼堂食 是行不通的 其實只要是中肯的批評 我們都會聽 所以對於上述的批評 我們是會聽 因為我們港官真是不成人間煙火 港官是吃塞米的 有時會約三兩個去郊野公園吃 好不好吃 又有聲音說 港府不斷重複同一首主題曲 就是推政策出台 遇上民意反彈 立即跪 單失跪員 雙失跪 希望這班作出批評的人士 搞清楚一個事實 你覺得港官還懂得做其他事嗎 希望各界都嘗試體諒一下當中的難處 你們有沒有想過 一個能夠丟出 到處都可以吃飯 唯獨是餐廳食肆不准吃的 管治班子 在任何理智、邏輯都是藍不住他們 再者各位 知不知管治團隊抵住多少壓力呢 如果不是 全益金唐食令 下午宣布即時生效 但到了晚上六點宣布調整措施 即時放寬早午時可以唐食 到了第二早上 又宣布可以唐食 但只准唐食外來食物 即是市民只可以在A餐廳 進食B餐廳的食物 驚喜 我相信大家都有印象 清潔工人在廁所吃飯 洗完版的照片 去年的事 我們管治團隊 怎會不預計到 或者有市民會走進廁所 魚翅撈飯呢 為了配合市民的需要 我們管治團隊的確是有考慮過 推出限次令的配合 不准人出街去廁所 這樣可以減少街上的人流 買外賣的市民又有地方開飯 行啊 但最終都忍痛地 將這個史無前例的措施暫緩了 因為我們始終想平衡市民的需要 想在究竟 是在晚上六點前不准用廁所 還是准用廁所 但是不准拉低附鏈之間 做一個審神的評估和研究 才再作決定 另外 我亦都留意到 網上有部分的市民 看出政府的難處 說政府 不做又被人罵 做又被人罵 想政府怎樣呢 真是不其然令我想起小小 我不做功課 我媽媽又罵 我亂做功課 我媽媽又罵 她想我怎樣呢 不過 就算我不做 還是亂做功課都好 她都是要給我零用錢的 哈哈哈哈 她欠了我 好了 說到這裡 提提大家 要留意到期要交稅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 大家對於今集的節目內容 有些什麼看法呢 是Like 搞錯 還是食花生 投票 告訴我們 多謝 你沒有上衣 要搞水 我用上衣 到套衣 很久 我把衣服 你用上衣服